新教育引起静 精子讲座 安开时 上午吉堂步行 三足够领前 道满身一足够 三足够 三足够 坤道有身一足够 三足够 三足够 我们先请我们的大厦长 请我们的周全人为我们慈悲开示 请全纸杯前道于宫 温道于宫 全人早安 各位请收下 张教授 还有张夫人 还有我们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人人早安 今天这个机会 尤其请到一位佛学大师 昨天佛学跟他谈 差不多一点钟后来 真的 这真是一个提供 所以我们今天 来 这个如今宫延时 其实 我们五人讲一句话 一步走不成去 人不学不住道 不住 人不学不住意 人不学不住意 是三足够讲的 人不学到 不住道 那是什么 大家不住道 因为大家不住道 所以就住道 但是因为 我们今天要学什么 学圣人之道 所以讲我们的经过圣人之道 提升 我们的人格 我们的德性 那我们要当天 就好像 无奸无奸 布艔アnyt 所以我们今天 特各圣人之道的哪些 我们懂得越多 不要做得越多 要做得越多 要意思 大家可以做 大家可以做 所以主行要合一,主跟行要合一,一定要去做 那我们今天假如没有特别圣贤和学习,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圣贤 所以我们今天学的不是一般的学位,不是一般的学位 我们学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人数上能够把圣人之道再弘扬,再推广 就好像我们现在所传播的,比如说我们华相文化 其实中国以前它没有叫中国,它是叫华相 因为到了某一段时间才叫中国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这个华相文化的这种文明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圣人的这种文化的传承 所以从我们个气地带的姚舜和汉鲁周公到老祖孔子就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承下来 到了真主连回真主梦主,所以我们可以一般的道法传承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 也希望好好给大家共同努力 那因为呢,各期圣子讲一句话 说没有那个蜡烛,没有蜡烛,不能照亮光明 所以我们今天写这种文化,需要照亮我们内心的世界 所以这种文化我们不可以不写起来 但是呢,你内心是不是有一个光明的心,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照亮我们的大传承,就是那个气度,不安 那谁今天就是这个,那个力,天然的人心 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得能回归到本来善良的人知知性的善良 就是我们也叫这个什么 叫这个官奔不以外 也是官奔不以正 我们真的假如学到无知无异 跟小孩子那样天真 那这样才真正的让人家了解到 我们祝性本性是这么天真 所以老人 那孩子还好 孩子还好 给天真也可爱 天真才可爱 没有天真就不可爱 那老人像好一样 我老婆才是这么大 天真 所以老人叫他 天真 有时候有时候吃饭 不连事 你知道真的不连事 不连事 所以呢 总的外来是我们的姬 但是我们的身体不能强 所以因为这样呢 今天然而请到张教授 博学大师 他要跟我们大家互相继续 然后就祝各位 也要请各位大家好好的吸收 好好的吸收 张教授要来一处也不能 听说他在大会 然后也会开出 所以今天我们请他 他特别过后来跟我们大家 来分享研究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能够把张教授的这个智慧 我们大家吸收 以后我们大家共同华人的光大 尤其现在在中国大会 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像我们这个检浪书 在青岛 在有三高 甚至到了一些其他地方 大家就喜欢 随时 这个中华 无望 所以在这里 在这里 祝各位能够 随时快乐 感谢我们张教授 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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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来 来到我们币单位 来跟我们开宿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伸到风 伸到风 再次展现 接下来呢 一个推行小推行 请大家把手机关进一 或者可以暂时先关进 你们等一下上课的证据 那我们接下来要